我現在穿的這個是洋裝 然後它是有點 它是仁智紋的深灰色 給大家看 有沒有看到 就是仁智紋的 然後呢這一件啊 它其實它有 有點比較 就是那是秋冬的那個材質的 已經比較厚一點 然後呢 它這個地方袖口 它也是做鬆緊的 所以就是大家跟我一樣就是懶人啊 因為你知道我們就是吃東西很常 就是會沾到什麼的 我覺得這樣子用起來就是很方便 就塗個方便 因為穿洋裝不就是塗個方便嗎 而且這一件我覺得 欸很好看耶 對啊 而且我覺得它也可以搭剛剛的那個吧 格紋的大衣 對 對啊 因為就是那件大衣它其實 它的格紋沒有說真的很格 然後跟我身上仁智紋也不是說太明顯 其實它們是可以搭在一起 好像可以搭在一起耶 對啊 這樣子 對洋裝很好看 OK啊 可以搭配大衣喔 欸這樣 欸這個很可以耶 然後它這個地方它這一件 其實它是不分身材的 就是如果 它那個綁線是你可以自己控制 因為有些人你知道就是可能突然就是 啊就是 就是越清澈越沒來之類的 就喔 心裡有個普人 我跟你說 我買這件你可以穿10個月 因為這一件它真的 真的是好寬喔 本來是可以這麼寬 可是你可以自己這樣子綁 然後直接有腰身耶 對它是可以拉很緊的喔 然後就是你自己可以完全 自己調整 對 這樣 它是襯衫式的 然後它是人字紋的 然後這個地方有點算是比較 非俗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它這樣子 反而會讓你的上半身會比較薄 就是看起來會比較瘦 這樣 對然後 這件的話啊 我覺得它袖子這邊它是做比較緊的鬆頸 嗯 就可以往上拉 對 不會掉 就是有一些鬆頸你知道嗎 用一用的話就會下來 就是 弄 對我覺得它這樣子拉上來 就是整個落肩 我覺得很好看 這樣很好看喔 對它是連袖的設計 對 襯衫洋裝編號 11245 11245喔 然後是有口袋 對 有口袋很重要 對這件是有口袋 然後它是人字紋的 然後它的長度其實就是 我覺得那個個子矮的人 其實也OK 因為它的長度對我來講 沒有到很長 就大概膝蓋下面一點點而已 只是因為我配這個靴子 你看它真的是小腿的 一個很古怪的長度 可是莫名的我腿看起來很瘦 對這叫會刺嗎 我覺得 就是我可以接受 可能有一點點 就是皮膚敏感的人 會有一點點 可是我不會去抓 的那種 對 那種球賽感 這個我是覺得還好 它就是很像我們 有一些毛料的那種 西裝褲的那種材質啊 對看起來比例很好 對 這樣 比例超好的 超好的 對這個的話呢 它只有一個顏色喔 然後它這裡就有做鬆緊 所以你自己可以就是 調整你自己的身形 而且我覺得它這種 可以當那種外套穿 喔喔 我覺得也可以就是 可以當外套穿 像是我剛剛那個 深灰那個短褲啊 然後這件 把它拿來當什麼 當那種外套 外罩扇的那種感覺 其實也可以 或是直接把它下面打開 然後穿短褲 對對對 或者是那個牛仔褲也很好看 對 很美耶 真的看起來很 洋裝的厚度 它是秋冬款 秋冬款 不會 洋裝是秋冬的那種厚薄度 對 是比較厚一點的 欸其實我覺得這件也不會刺啦 它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你穿起來 會有一點點就是 就是怪 就是 就是可能這種 縫線處之類的 對 就是拉起來會有一點粗粗的 可是其實不是那種一樣 對 對所以我覺得 我也是覺得還好 所以你們可能要 就是自己穿 因為有些人很敏感的話 這種可能就受不了了 對